对不对 不好意思 心都跳出来了 小星星送给你 幽默 我跟你讲 打人球就是要幽默 夏浩然 来 请坐 老二好 请坐 高中生的 对 这学校算是风云人物 不是 艺人跟球星 你想要当哪一个 球星 我有信心成为一个好的球员 但我跟你讲 你是具有偶像又有实力的 你在球场上 其实不能当做自己是一个高中生 雷叔好 你看 林义峰 我们有准备好话题 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我脑子里一直以为是乖伦 其实我最想见的是林书豪 请进 你好 你好 你高兴看到我吗 高兴 确定吗 确定 我不是李一峰 没有 我女朋友叫我选你一分 跟着心走 走过来了 好 可以 然后我那天还忘记过去跟你握手 然后我下来就很尴尬 我那天我回家 我哭了两个小时 因为你被学会了 我也哭了 我哭了三个小时 你找我要问你啥吗 你三两吗 对 你觉得 我善良 我可善良了 我绝对善良 真的 你善良 善良 你没坏过你的队友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过 篮球不是吃篮球吗 人的品格要正 你要说一说 这个事让他们时刻记着挺好的 几公分 我186 几公分 我193 193 我们站起来看一下 的确比我高 尤其是个子面积特别高 跟我一样 我把自己定位为新派界球手 说来听听看 他们现在喜欢就我穿当狂膜 对 你知道那个教授 穿当这个我觉得他算是很经典的 比如说 我改变你的方向之后 你变成另外一只脚 放松我 这时候就可以穿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这样放松我说 不然你可以这样穿吗 那有时候 你要让对手去做一个变相的脚步 对 很多的领队不会讲到这一块 很专业 我们打球路线都是很像的 对 我现在就想要的就是 可以花俏 又有实战功能 好的 你是这样的队员 我就想 选择小队长 我觉得他要打球帅 个子不见得要高 打什么位置 小千锋 打哪个位置 一二号位 表前 我更加偏得分一些 我觉得在小千锋里边排第几 第一吧 我可以说第一吗 至少前三吧 这个团队需要你牺牲得分 去变成一个传球手 那说明这个人 比我的能力要更强 可能战术 战术规定我去打组织后位 我也可以把球传好 我想知道他们最真实的排位 也能知道他们真实的强项是什么 基本上是把比较强的 或者是有组织能力的球员挑选出来 谁是最好的球员 燕旭 杨浩泽 田牛 我倒蛮喜欢华侨大学的中心 那个内线 你不会是你自己吗 不是 应该挺多很多人都比我都学过 应该 如果你跟田牛对待 你会不会紧张 我都害怕 不会 不会 但是结果应该是 我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刘恒毅一说这句话 我就知道他不是队长了 如果你当队长 你需要很自信 如果你不自信 你的球队就不会打得很自信 如果你的主持人是害怕 那全队都会害怕 谁跟我打都有的打 我谁都不怕 我今天比较自信 对 我觉得我就挺好的 最好的球员我 确定 确定 为什么 我很能得分 如果我想得分的话 一打一肯定没问题 一打二也没问题 很好 你真的有机会 成为一个很好的球员 你要是主队的话 你会选择谁主 就我可以不选最强的吗 不 可必须选最强 目标就是为了 可以打赢这六个球 那我就选张宁跟铁柳 张宁和铁柳 对 张宁 铁牛吧 可以 内线还是比较有统治力 孙思遥 他是大哥子里面 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 孙思遥大哥他打内线 我就能打外线 张宁 他手感也蛮好 张宁 他是一个实力很强的 张宁 你为了赢了说我的比赛 你会选谁打 都还好 我觉得我是很强的 你对你之前有执行 是这个是吧 对 好的队员 如果说得票数多的话 可能代表这个人 非常适合团队 可以打团队篮球 然后很受大家的喜欢 应该有值个人当小队 十秒钟展现一下 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让大家记住你 可以吗 来 接受我的这一招 看可不可以这样 在运球的过程当中呢 用单手 过夸项 但是还要加上转身 转身之后还有一个回来 来 试一下 可以 这算是一次OK了 不习惯自己的英雄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难度 顺便转身 对 漂亮 再接一个转 对 对 对 这样的意思 这列球会还有一招也是 还可以吗 不然难 我应该可以 对 速度快就可以骗到人了 对 好 可以 你算是学习算是蛮快的 我想要测试一下他们的模仿能力 或者是他们的运球的能力 因为模仿能力够强 代表说他们可以真的学到东西 有可以当队长的料 有什么才艺啊 才艺啊 有什么才艺 平时有什么才艺啊 才艺吗 才艺 我吓唬他们 这样看一看他们临场的应变的能力 也是希望他们把最自信 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 有没有准备 我想过无数种面试会谈什么 有没有想到整个人懵